来问一下李玉佩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容易贵人多忘事 好的贵人多忘事 指的就是这个人很健忘 我们要看名字的人格跟总格 所以请大家把人格总格的笔画拿出来 对对看你是不是属于那种贵人多忘事的人 像娜娜老师她的人格是21话 总格是33 那秀卿人格是18对到总格是29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 她贵人多忘事是因为这个人 她是选择性的忘记 人格总格分别出现了 13 19 25 30 35 39 42 跟47的人 其实你要说这些笔画的人贵人多忘事 真的不是 他们的记性既不健忘 他们既不健忘 其实他们的记性还蛮好的 而是他们会看这件事情 对我重不重要 对 所以他如果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话 他就会选择金鱼脑来记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对我重不重要 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 还有一个我有没有兴趣 如果既没有兴趣又不重要 然后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甚至于这个事情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 那他干脆这件事情他就一闪而过 所以他留下的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你事后再去问他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就是有这件事吗 所以要他记住一件事情 跟他们讲话一定要怎么样 有话直说 很明了的说不要去跟他们兜圈子 或是你要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 这件事情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他才会上心 老师你现在是在讲我吗 我还没讲到你 你还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要跟他们绕圈子 这样就会加深他们的一个印象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看秀卿有没有上 之所以会贵人多忘事 是因为这个人专注度不够 所以人各种的出现了 十 十四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六 秀卿的二十九 生十六跟四十 所以秀卿我觉得从名字上面来看 你并不是什么 帕金生十证跟他讲话 对你是专注度不够 他们真的记性不好吗 没有 而是他们对于事情 很容易走心 很容易分心 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处理一些事情 讲一些话 问一些问题的时候 心不在焉 嘴巴在讲的时候 不晓得心跑到哪个地方去了 所以讲过之后 自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 他会忘记 这个笔画的人 他只适合一次 只做一件事情 如果他现在手边有其他的事情 你不要跟他讲话 你不要交代他 比如说他在滑手机 他在打电脑 他在做一些事情 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虽然说跟你有问有答 我会说好 好 但是呢 对 但是他话讲出去之后 其实是没有经过大脑的 也没有留下印象的 所以这些笔画的人 你常常会听到他讲这句话 我有说这句话吗 你有说吗 真的吗 真的耶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有吗 我有打两次电话给你吗 两次 两次 一个半夜 一个下午 所以他们的记忆呢 是很短暂的 所以要他们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他们所有事情 告一段落了 然后你跟他讲这件事情呢 他才会留下一些些的印象 那所以走心是造成他们记忆力 不加最大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他跟你讲话 讲着讲着的时候 或是听你讲话 听着听着的时候 他那个心就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接下来 你所讲的那些 他其实呢 一点印象都没有 甚至于他的回答 他自己也不晓得回答什么 还有的人 他在看影片 看着看着 那个脑袋也不晓得 飞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事后问他 这个影片你觉得什么什么 他说有吗 他的回答就是一片茫然 所以专注度不够 因而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不好 那自己呢 是自己的因素造成的 可是往往会怪什么 我是不是得了老人痴呆症了 我是不是这个脑袋退化了 其实都不是 而是你真的走心不专心 你如何把你不走心 把他专注度抓回来 其实你的记忆也就跟着回来了 所以这些笔画的人 没有记忆力不好 是因为一个选择性的 一个是专注度不够 你怎么会 当时怎么会找Nana大师一起尬舞 因为我原本没有在看网络 没有在 然后就有一天 我突然就是发现说 他怎么 就是那么多才华 然后有很多现在网络的那个网红 就是在那里面 不然就是学会说话 不然就罵台中隔壁彰化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的有话 不然就说 那不然是怎样 然后我就发现他 真的是一股清流 我发现他真的超有才华 然后又很有魅力 尤其是他在表演的当下 你就会没有办法转台 因为你一直在期待 他下一秒要干嘛 然后每一次都 这个 粘粘咬起来 越来越紧张 所以我就成为他的粉丝了 就被全粉了 所以邀请他一起来拍你的MV 唱会很可爱啊 因为秀卿姐的辣妹驾到 是我每一次演出 包括我自己演唱会 我自己的开场曲 就是辣妹驾到 驾到吗 辣妹驾到 这首歌真的是不败经典 只要一唱台下的 不管是年輕人或我們這一輩的 他們都嗨翻天 所以這那時候 謝謝秀卿姐的好歌 你們少講一個 連坐輪椅的都站起來了 我跟你講 有醫療效果是不是 對啊 你們兩個那麼有緣 是因為這邊都有一顆字是不是 這個起動耶 還會唸掉的啦 你這個是我點的啦 我點的 不是 真假女王嘛 我說真的好像 好神秘的那種 真的 你看 你這張沒點 有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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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點 真的嗎 很認真啦 我有兩顆啦 一顆在下腳 一顆在前面 兩顆 這樣要不配方喔 對 他說 娜娜大師為了 練秀卿的這個舞 在家練舞練到噴雪這樣子 對 你看秀卿姐裡面的舞蹈 非常複雜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秀卿姐 真的太強了 然後裡面的舞蹈很複雜 很多腳很快速的動作 然後很快之外 我沒有注意到 快格的 因為他就是那種真的是 然後很快很快 就是每一句 都有心要跳下一個舞步 要很滿 不是說 什麼 像 不是帶動跳那種 我是路翁 走路有風 沒有這樣啦 沒有重複 我是路翁 走路有風 是這樣 一直換 秀卿哥 你又有辦法喔 對啊 剛剛他跳單車很強耶 你在什麼標籤 我是怎麼沒辦法 我看起來有努力喔 你沒想到說 我說我賣兩刀 我賣一個竟然十二歲 你知道我的厲害 你以前人家在六菜報的 六菜報 對啦 那吃黑得很性 真的啊 就每一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 這是看起來是有努力過的喔 有 秀卿姐很努力 說娜娜大師 你要爆料秀卿私底下 不為人知的迷惑行為 我真的覺得他很健忘 他其實台上台下 他是一個樣子啊 健忘 你不能在那邊逗點啊 我真的以為他很健 逗點更久 對 因為有一次 我在半夜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 然後我說前輩打電話來 不管怎樣 我在睡覺還是得接嘛 半夜差不多一兩點 秀卿姐就打電話來說 親愛的 你可以一起拍MV嗎 我想找你拍MV 我說當然好啊 我的榮幸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次記著了嘛 過了一週後 他下午又再打來說 親愛的 我想找你拍MV可以嗎 一模一樣的話 我就說可以啊 然後掛完電話想說 為什麼要問兩次 為什麼啊 我也很想問姊姊為什麼 好啦 那我就坦白跟妳講 其實我第一次是打給白雲 白雲是台辣妹嫁到 我打錯電話了 因為最近白雲很紅啊 跟楊秀慧啊 對不對 他們兩個 現在還有啊 好 過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第一次嫁到 白雲很紅 白雲很紅 後來最近跟雅蘭姐演舞台劇 彩虹的啊 對 彩虹的 彩虹的 一直有紅 後來太嫁了 對啊 妳是 沒有啦 我是在開玩笑 我真的失智 你知道嗎 怕茲森試症的 前期徵兆 真的 妳知道 但是妳要知道 我不是現在才失智 我從小就失智 我小時候 沒有 我小時候考試 永遠都是倒數第二名 就是每次考試 然後有一次啊 就是作弊 有一次作弊 因為我阿嬤說 你孫子啊 你不要再上輩 你如果有看到人 賺一名 我阿嬤給你五塊 那個時候就五塊 很大 結果呢 我就跟我對面 就我做我前面那個串通 我說周匹慧 你給我看你的獎券 你就 你從下面開始寫 看我的考卷 不是講的 獎券 考卷 然後他就是慢慢 然後我就在後面 吵 然後五塊錢 我分你兩塊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樂意 得... 好啦 終於要公佈 那個公佈成績了 我好高興喔 我準備要拿那五塊錢 然後老師就說 來 周匹慧 一百分 好 然後 張秀卿兩分 老師 不可能 怎麼夠 因為你超錯格了 對 所以 其實我小時候 就是 然後還可以講嗎 我小時候 接力賽有沒有 操場是不是贏的 接力賽我們只有兩班 鄉下只有兩班 夾一兩班 然後夾... 我是第二棒 我的第一棒的男同學 叫謝孟坤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是操場嘛對不對 你想像他是遠的 然後他就從這邊呢 我在這邊等他 他跑第一個 他贏 乙班 我們是夾班 他乙班 然後他就跑過來 跑到這邊 我在這邊等他嘛 然後我就從這邊接回來 我再跑回來 跑反方向 然後我這個同學跑過 張秀卿你跑錯邊了 我說你才跑錯 然後校長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人的 那個思想這麼的特別呢 然後於是他就說 張同學請問 為什麼你會跟人家 跑不一樣 跑反了呢 我說 報告校長 我的邏輯就是 有來就有回 有回就有來 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不要懷疑 為什麼我小時候就是 記憶力很差 說你的這個 霸金森市政的見討 已經快把經紀人 快要逼瘋了是不是 一個通告 你可以問他十幾次 對 而且他們四個 因為這件事 然後有一個受不了 我離職 他們有四個經紀人 四個 然後有一個離職 因為 因為我 他再也受不了 都在四個 春三的 春三的 唉唷 三的 首先 嫂你